当然除了刚才这60万之内 可以选择到的车款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80万之内 其实也有几款这也相当不错 而且一公升可以跑超过20公里的实力 真的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是不是 郑姐 没错 刚刚乃哥有讲 车子要省有几个要点 最简单的 首先车重一定要轻 引擎越小越好 在这个61万到80万级距来讲的话 列出的这三台车 很明显的都符合这样子的条件 像我们看得到 其实说很多人会觉得说 要花比刚刚像Yaris更贵的钱 但是只能买到更小的车 很多人其实是却步的 事实也是如此 所以这三台车必须要先前提 要先讲一下这三台车 今年可能都不会再看到 都买不到 今年他们要停车了 基本上是停止引进 停止引进 是CDGO更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没有引进 不过因为经济部能源局 可能资料没有update或是什么样子 所以导致说 它还是把它名列在省油车的榜单上面 那在这几台车呢 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说符合刚刚所谓的条件呢 首先他们车简直是小到 这都处于A0级距了 已经是4米以下的车子了 Yaris我们都知道一台车起码 还有个4米3 4米2的车长 4米1的车长 但这些车子像Smart Fold 2来讲 那甚至是2米多的车长 不上3米 是 然后Ford Fold比较大 没错 然后除此之外呢 看动力系统也可以知道 这三台车也很有趣 他们排气量都压在大概1.0升以下 不是1.0升自然电气引擎 要不然就是0.9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好引擎够小 第三个呢 是他们还配上了所谓的自首排变速系统 也就是传输更顺畅 应该说传输更有效率更直接 但是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舒服 那么顺畅的自首排变速系统 所以导致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画面上有看到 像Smart Fold 2来讲的话 它一公升可以跑到21公里 我们刚刚知道像Yaris那一群车子 大概16、17其实就很厉害了 但是这边全部都是20以上 甚至还有高达21的 然后像Ford Fold的话 虽然它的车动略高 但其实它是这三台车车动最高的 但它也不过只有一顿 多了一点点而已 那就不用讲 像City Go或Ford Fold 那都是一顿以下的车子的 也因此说 刚刚再呼应乃哥说的 就是你要省油 最重要就是车子一定要小 引擎也一定要小 然后变速箱进口那些 然后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装的 这三台车说真的 为什么会卖不好 也是因为不太符合台湾人的使用的习惯 就是说像你开车 你就需要像什么恒温空调 或是一大堆的舒适的享受的配备 这些 这三台车都没有办法给你 也因此可以把他们车从有效的压低 但是就原罪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进口的身份 所以他们的价格没有办法 真的也压到最低 导致现在暗然退出台湾市场 不过虽然说退出了 他们其实后继都还有各自的车型 而且很好玩的都是电动车 因为要省油 中级的省油法就是不要烧油 就是最省油的方法 所以像Smart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现在就改成EQ的FOR2 或者EQ的FOR4 我觉得很适合 是的 没错 而且国外的趋势 也是整个往这个方向走 毕竟要省油 又是这么小的都会车 就让它电动算 不过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台湾宾市它正在推它的EQ的品牌 然后首先上的是EQC 这样子比较主流的 中型休旅车的这样子的电动版本 所以我们要看到电动的Smart 可能不会是近期可以看得到的 那至于CityGo来讲的话 它后来也出了CityGo1 也就是电动版的CityGo 也一样跟刚刚Smart的概念一样 它是让它更省油的方法 就是让它纯粹走电动化 但是根据台湾Skoda的说法 基本上这台车暂时也不会在台湾看得到 现在台湾看得到的电动车 可能都还是要比较贵的 其实我们看到Smart在台湾 虽然能见度不高 可是在国外真的是 你走到哪里 马路上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Smart的车款 也许是因为国人使用用车的习惯 是希望车子我还是希望稍微再大一点点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的空间机能的变化上面 来运用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80到100万 你可以买到稍微再大一点的车了 终于我们的神车 Toyota的Altis 而且是Hybrid 车款终于入榜了 从前面两个价格带来看 想要省油 就是车要小 车要轻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刚刚郑杰跟我们讲 60到80万的这三台最省油的车子 轻一色涨的就是那么迷你车 对不对 可是在80到100万这个级距 你可以选择的油耗最好的这几台车里面 就有不同的一个呈现风格 当然可以看到Toyota的Altis 它可以每公升行驶的距离是25.8公里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油耗 不过它采用的是油电混合的系统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Hybrid的车型 当然价格来说也趋近于 90万的一个这样的售价 会比较来的高一点点 那当然它同一个车款里面也有这个 不到70万的入门型的一个这个车款 但油耗的表现大概就在15公里左右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落差 因为它的入门车跟它的Hybrid车型 每公升可以行驶的汽油 每公升汽油可以行驶的里程数 等于将近差的有10公里之多 那再来你可以看到是另外两部车 是Perjol的208以及Perjol的2008 那208的部分呢 它每公升的汽油可以行驶20.4公里 2008则可以行驶18.5公里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请观众朋友们 来看一下这三台车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四门的房车 一个是所谓的仙背车 另外一辆208则是休旅车的车型 好我们先撇开这个 Artist Hybrid这个四门房车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觉Perjol的208跟2008 基本上呢 它是一个是属于仙背车型 另外一个则是休旅的车型 那它的动力来源其实两者差异并不大 那为什么在这个油耗的表现上面会有 大概将近每公升 将近两公里的一个这个落差呢 其实我们知道休旅车啊 也就是现在国人 不要说国人 应该说是全世界最夯的一个这个车型 可是休旅车却是比较耗油的车款 因为车重 因为车高 因为它的这个行路性轮胎尺寸大 接力面积大重量也高 所以呢 它对于这个动力输出的这个表现的要求 相对而言比较严苛 因为它的负荷就来得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如果在同样的架构之下 休旅车啊 它是比较耗油的 那你来看到Pochio的208 它是一部先备车 在行驶路途上面 我们说轮胎的大小 接地的面积 阻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风阻系数啊 也是让这个车子 节能与否很重要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这个Prius的这个PHV来说 你看它的这个特殊的造型 它也是在风阻上面 要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那在风阻上面的一个表现 很明显没有办法 这是物理的一个这个现象 四门的这个防车 也就是有屁股的车型 它的表现就是比 五门先备车的风阻系数来得好 再加上五门先备车 少了一些屁股 所以它的车尾的地方 必须要做一些 强化来去维持这个车体的 一个这个结构刚性 毕竟它屁股有一个大开口 对不对 那其实在同一款车型车上面 底盘相当 动力相当 然后却是四门跟五门的区别 先备车跟房车的区别上面 我们在其他品牌的车型上面 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绝对是四门的轿车 它的油耗表现又要来得好 都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给观众朋友们一个建议 如果你真的非常在意 这个节能油耗表现上面 一个车款选择的时候 你可能不一定要选热门的休旅车 你可能还是所谓传统的 三箱四门式的房车 第一个它的车体刚性也不错 第二个它的节能表现 风阻系数 阻力都来得比较低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 世界的趋势以及重点 各大车厂推出的电动车 都往什么方向走 休旅车走 而且是热门主流单道的中型休旅车 包含的EQC 包含的B&W的休旅车也是电动版的 X3 S5是电动车 然后ODI的E-TROP 都是用休旅车的方式来去呈现 因为这个地方能够呈现的油耗的感觉 是最有感的 没错 可是如果说观众朋友 你今天现在开的车子 不论你是四门的 或者是先辈 甚至于是休旅车 而且你可能没有选到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车款 是省油的车的话 没有关系 其实可以透过 就是你平常在开车的一些小技巧 甚至于有一些小方法 可以提升你的省油的表现 不过有一些可能是真的 但有一些可能是无稽之谈 我们当然要请乃哥帮大家来厘清一下 我们常常会讲到说 所谓的经济时速 也就是最省油的时速 很多人都说在在80左右是不是 甚至一看有一些不同的车款 也许在90 这是真的吗 如果一直维持这样的话 还是会比较省油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资讯稍微要更改一下 为什么呢 现在很多涡轮增压车在高速上 反而经济效益更高 所以你这个时速 甚至可以因为车种提升到大概100公里左右 那会是最省油的 其实像现在有包括很多自动驾驶的 技术科技在这个车子里面 你会发现有时候主动式的定速 比你的右脚来的控制更好 没错 我其实我几次开下来最省油的机会 全部都是自动驾驶的油门去控制 所谓加油跟刹车 你的脚不要去干涉 你一干涉那个油耗就变糟糕了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电脑控制 就是包括喷油系统 是进排器 其实他都有精密的计算 所以你用脚去的时候 有时候电脑还说你在干什么 反正电脑 你油门给太多了 对 给的时候他说 你现在是要很快的加速 去超车还是要爬坡 其实现场可能只是你脚抽动一下 我觉得说这种情况 对 都会有 所以现在电脑来控制的车子 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有时候交给车子去控制 是最省油的方式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一些传言 我可以说这些真的是 应该是交到坏朋友 才会教你这些乱七八糟 所以不对的啊 第一个重踩煞车一次踩到底 会比较省油 基本上我根本看到这一个问题 我就一个黑人问号 我根本不知道 这跟省油有什么关系 这反指标吧 是故意的 我想了半天我知道了 因为你重踩煞车之后 你很快就会做到拖掉车上 基本上对你的省油会有帮助 为什么你重踩煞车后面撞上来了 第一他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要是含着刹车 可是请问含着刹车的时候 你会同时踩油门吗 基本上也不会 所以第一个方式 什么踩到底比较省油 第一个不正确又不安全 又不会省油 第二个啊 熄火前空吹油门 这个在很久很久以前 所谓的化油器时代 是让你化油器里的油壶 里面产生一些油气存在 第二天会比较好发动 可是现在都电子喷射 你要找到化油器的车 还没那么容易 所以基本上呢 你也不需要做这种蠢事了 擦也不会擦太多 在夏天温度较高 晚上清晨加油比较划算 基本上这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呢 所有的加油枪的流量控制系统 是在油枪里面 所以他加多少油出来 除非你加油之后 是放在一个盆子里 让他真方再倒在你的车子里面 不然你直接进到油枪里面 他有废油气回收系统 再加上他油枪里面的计算 他早上加的跟晚上加的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除非中央标准局没去查 那个油枪有问题 如果油枪没问题 基本上哪时候加都一样 第四个 胎压越来越高 或将胎纹磨到没胎纹 可以降低阻力 想生省油效果 基本上对也不对 为什么 第一胎压高接地面积小 的确会造成省油 就是刚刚说的轮胎变小 摩擦力变低 但是他可能会造成危险 第二 如果把轮胎磨到煤胎纹 对不起 轮胎磨到煤胎纹 海陆比的关系 其实他的抓地力是增加 也就摩擦力增加 大家都说 没有我轮胎磨到底的时候 为什么抓地力变差 基本上是因为你的轮胎 可能已经过好几年了 一是这样 二是一般道路有沙子 所以他不见得是比较好 别忘了你的海陆比就是说 有排水线跟没有排水线 有排水线其实是接地面积变小 但是你只要压到水 他很快可以排出去 所以不要把这个都搞错 但是胎压越高越好 想起我以前学生的时候 为了省油 我的确也干过这样的傻事 我把我的车子打到都在40psi 40psi大概是休旅车 SUV这种重很重 或再重的时候 你才要打的压力 但是我是小车打这个 有没有省油 有 但是我的轮胎模号更快 你觉得你有省到钱吗 其实没有 再来就是安全性 刹车距离也变长 所以我觉得 你在安全跟省油之间 要达到一个平衡点 你还不如去挑一部好的车 跟正确的驾驶习惯 对 因为有一些那种小Pepo 不见得是正确的 那也许现在新世代车 都偏向于省油的设计来走 你也许选一台比较省油的车 可能会是一个更聪明的选择 来 Notre Dame 你看这边稍微 Christine 有人在你面前向于这种新世代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